各位你们现在手上都有这一片慈悲上面水灿吧 这个歌仔戏现场看过的同学几首 有没有你现场看过 这是歌仔戏哦 这是歌仔戏 对 对 对 那所以各位就是买这一片供养各位 这一片不便宜 这片八百块 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再跟我要了 我已经没有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不错的话 你自己再买去跟别人结缘 不要给他copy 有没有 不要换偷盗 不要说八百我叫你小小的就好了 各位你不要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故事我看很多邪火的人大概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还要给你看呢 有没有 是希望说你真的能忏悔 不然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对不对 是希望你看过这样真的能忏悔 有时候你知道 但是问题很多人不知道 你就送给别人看 送给别人看 你们人心说输给你结缘 像是青菜 是鸡杯 那各位 那我们依旧要去谈这个公案 各位你看 以这个公案的一个角度 这个前面秉序猪眼 物生一念 就是放下 有没有 他是不是叫陈慧明先什么 先放下 后来跟他讲 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 是不是叫提起 知道对不对 他当下要提起 那个就是 各位当下提起 那个就是 那各位 那我要跟各位谈一个概念 像陈慧明 对他要求佛法 各位表面上在求 就好像我们想要求开悟 有没有 那也是在求 但是各位 但是你不要被这个字所骗 原则上是不求自得 这四个字写下 不求自得 各位我举个例子 各位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求清静 你不是求清静 你只要 对 不要起烦恼 清静不就自得吗 对不对 所以清静又不是去求的 那各位那你要求快乐 你只要一天转了 你不就快乐了吗 各位我们今天不快乐 是因为你的内心一直在指责 一直在折磨你自己 一直在否认你 然后一直觉得你自己是很 很凄惨 所以你自爱自怜 自卑自恨 各位 你不要这个样子 那快乐不就不求自得吗 所以诸位 你们在学佛法 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明白这个道理 了不可得 你会越求越苦 他原来是什么 他原来是放下的 那一刹那 他就现前 他就是现前 那所以你只要放下 他自然 你所期待的 你所想要的 他本来就记住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切 各位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生命更美好 那各位 那生命是什么 生命不是只有你的生命 不要那么狭隘 一切 都是生命 要这样想 各位 一切都是 生命 所以你看到了 我们的一切 对 无灰呢 对 不是法身 对 无灰不是净土 生命要这样的看待 啊 所以呢 当你自己在学佛法 尤其你在修行 一定不要被 名相的概念 拿片的团团转 然后你自己 越修越苦 各位我大部分看到的 都是越修越苦 我看到 我看到很多人在修行 只有几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 对 因为他越修越苦 第二种状态 就是越修越退步 所以他一定会退到的 第三种状态 就是越修越傲慢 第四种状态 就是拿得修到最后变神经病 我看到的 现在眼睛看到的 大概就是这四种人 各位如果你是这四种人当中 其中一个人 你要警觉 这样修行是不对的 那各位 那我们是越修 越什么样 我们越修越平常 越修越平常 就是很平常 真正的快乐 就是无事 各位刚开始可以让你快乐 但是你快乐很久 就不容许 我们有一个学生 对 他有一天有所领悟 所以他内心充满了 滑喜 滑喜 滑喜一天 可以叫做滑喜 但是滑喜一个月 就叫狂喜 这样不可以 这样知道吗 各位 那因为滑喜之后 接着你的生活 生活呢 就失去了规律 为什么失去了规律 要睡也睡不去 各位 你那是正常睡得好吗 各位 这样就不行 所以有时候 你自己要扎 有没有 刚开始容许 你可以 为什么 因为假设没有甜头 让你吃 有没有 你不会往前 但是你认为 那个甜头 那就对了 那就错了 有没有 那个只是一种 内心的变化而已 各位请一下 自信当中 有没有滑不滑喜的问题 自信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你自己要警觉 如果说你自己 没有警觉的话 你就要去请教 请教善知识 各位 这个是重要 不要说 我收很久 做这种感觉 各位你要注意 修很久 修到这种 有一种很好的感觉 一般人都会抓着什么 不放 那是糟糕 不行 所以我还是奉献各位一句话 越修越平常 越修越谦卑 然后 然后越修 对 越看到 看到几国 然后不见人灰 这样不见得到 那你 为什么很平常 因为你本来就有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各位 你在大惊小怪什么 所以六鼠大师 以他的慈悲跟智慧 跟陈惠敏 对 这样的指导 所以惠敏 言下 大悟 各位 这里惠敏 也改你的名字 你也甜甜看你的名字 我们也是 言下大悟 一头雾水的雾 言下大悟 所以各位 这个公案 回去 自己 自己 参 参就是老实的放下 各位不要想那么复杂 各位不要参 参到最后出状况 就跟你讲 老实的 面对自己的放下 如果放不下 就是把你 就是思维你的人生 各位 我跟你讲 你的意识 不是不可以用 我常这么讲 我说你的脑袋 不是不可以用 如果脑袋 不要用 那就剁掉 它是可以用 但是要用对什么 地方 各位 你可以 你可以去思维 你的人生一遍 你人生一路走来 跌跌撞撞 然后到底哪 对你在追求什么 你自己去思维 你更容易触动 然后 真的乱过一遍之后 你在感恩 你在吸心 吸什么心 妄想执着 我看你思维 对 吸心的耐杀 你不用任何方法 方法当下的止息 各位你要注意我这句话 你不用任何方法 当下的止息 当然有的人需要方法 他才能够止息 有的人他需要方法 比如说他念佛 念到之后得定 或是他属息 属到之后才得定 但是 但是我告诉你的方法 你只要彻底思维之后 自然就止息 所以你不是说 一定要坐在这 而是说一定 对不对 要去掺掺打坐 你也可以去散散步 你可以坐在凉亭 好好的去思维 你可以用你各种方式去思维 你也可以躺在 沙滩上 只是不要被海浪卷走就好 各位好好去思维 人生乱一遍 那你会觉得说 我思维完了之后 可能就会觉醒 真的吗 已经重大的刺激给你 你还是不会觉醒 就像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你觉得那些灾民 因为九二一大地震会开悟吗 会还是不会 现在又巴巴水灾 那些灾民会不会开悟 他们会不会感觉到 世间无常 国土为粹 世大苦工 无印无我 所以各位 纵使已经 纵使已经是视线 给你最大的问题的当事者 都不见得会开悟 对不对 那各位 那你呢 对啊 我们家也没水灾 我们家也没地盈 我们家钱又算不完 你怎么会开悟 所以各位 这要有决心 这要有决心呢 对 真的要有决心呢 但是有人讲说 我想想人生也不错了 继续这样过头 那叫做不长进 各位 为什么人家叫不长进 各位你人生不错 你现在你现在的程度 那就是天人 各位你现在是天道的人 你知道吗 你的福报很好 但是各位你只会享乐 福报进了 你就惨了 各位所以不要讲说 我人生也不错 我人生也不错 这样你不会长进 你知道吗 各位 不错意思是什么 不错意思就念你就不错了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位思维 如果思维之后你没有觉醒 那就思维不够 你还要思维 那各位 所以常常去提醒生命 生命 对 生命的状态 你现在不用思考 因为生命的状态 不可以思考 你屏息之后 生命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所以生命不用思考 但是你可以去看待 对 人生的状态 生活的一个过程 一路走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里当中放下 然后领悟到生命 而不是去思考生命 好 接着看 父问云 上来密以密意外 还更有密佛 各位 这句话我还成白话一点 意思说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你有看法吗 意思说 还有没有什么 没有跟我讲的 像你知道吗 各位 还有什么没有跟我讲的 跟你说很简单 你就开心了 你还认为说 是不是还有什么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 没有跟我讲的 各位这个密 各位这个密不是秘密 对 这个密呢 是奥秘 这个奥秘 就是深奥不可测的意思 那各位 那这个上来 有两个意思 上来的意思就是 就是对了 诸佛 有没有 从诸佛以来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上来就是六祖大师 你以上所讲的话 好 有两个意思 能云 以乳说 即非密也 乳若返照 密在乳边 后面这八个字画起来 乳若返照 密在乳边 来各位 真理啊 各位真理本来 本来就不是神秘 真理也不是见不得人 大家不要误会 各位 在世尊说法当中 对 他有四种教化 他其中有一种教化 叫做秘密教 比如说他有顿教 还有剑教 他有秘密教 还有不定教 他有四种教法 六祖大师所教的 就是顿教 对不对 那秘密教是什么 秘密教呢 是单独跟他讲 各位单独跟他讲 那为什么 不去跟别人讲 各位不是不可告人 而是每个人的根器 什么 不一样 是这个意思的 这样你了解吗 各位 是这个意思的 所以我私底下跟你讲 不是说 就比较偏心 为什么 为什么师傅 你要对他比较好 你为什么不公开 跟我们讲 各位有的东西 不可以这样讲 各位 但是你现在注意看 那六祖大师 现在所讲的 讲的这个秘 当然讲的就是自信 是自信 意思是说 以前你不知道 你就觉得那是秘密 我现在跟你讲的 不就对 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对不对 我现在跟你讲的 你不就什么 知道了吗 各位 我现在跟你讲 你不就知道了吗 但是为了满足他 就讲这一句话 乳若缓造 秘在乳边 各位 那个秘就是自己的自信 就是自己心的本体 各位 我们想自信 就是心的本体 你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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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回观 反照 那所有的秘密 就在 对 自信里面 你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去明白这个 各位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 你这一辈子呢 自己呢 都被自己骗 然后被自己骗的团团转 难怪你也会被别人骗 因为呢 因为你不明白自己的自信 各位 不明白自己的自信 那这个自信 永远都是一个秘密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说呢 对 你的 你的父亲 要给你一大笔遗产 对 他早就呢 对 埋在你家里面的地底下 但是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他会变成 永远的秘密 没有人会知道 各位 这是一样的道理 华华金里面 常有这样的辟衣 就是你的衣服里面 对不对 有一颗明珠 但是你不知道 你有一颗明珠 所以你到处 像乞丐一样 去给别人要钱 各位 我们现在就很可怜 那颗明珠 就是我们的佛性 但是呢 我们不会 对 缓照 自己的佛性 然后 然后 一直要去 去求别人 给我们怎么样 各位 你想要别人给你怎么样 这个呢 这个就是陷阱 所以六祖大师 就跟他这样讲 明曰 惠民 虽在黄美 十未醒自己面目 今梦只是 如能饮水 能软自知 今行者 即惠民失也 如能饮水 能软自知 画起来 这八个字 大家已经 家一户晓 常用 惠民 虽然在 黄美 简单这么讲 就是说 黄美 就是五祖红人 五祖红人的道场 就在黄美 就是惠民 本来是 跟五祖红人 学习 但是他跟 五祖红人 学习的过程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明星见性 他没有啊 各位说 你要注意到 真的有时候 还是一种 缘分 你知道吗 各位 他的老师 本来就是个 开悟的人啊 但是为什么 对不对 他听 五祖红人 跟五祖红人 这么久 而且五祖红人 一定要为他们 开示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能 开悟呢 那为什么 现在 他的 师弟 有没有 以惠能的 辩论 算不算他的师弟 一定是他的师弟嘛 你的惠能 再去 再去 北国 多月而已 为什么他的师弟 现在讲一两句话 他就开悟呢 各位你看 是有说还是有缘分 我们人跟人之间 有说也是这样 所以 所以有可能 你听我的课 你是不会悟 跟同学聊天会悟 不过一般 在聊天都是不会悟 一般聊天都在聊事 各位那监盟 指示 各位你要注意 指示的事 画个圆签 我为什么来到 这个说佛世界 他的原因是什么 只为四个字 开示悟路 这是佛来这个世界的本怀 开示悟路 开示众生 对不对 人人具有佛性 要让你拿 对不对 去悟路 契入你的佛性 那就是开示 悟路 所以 各位 六属大师前面是开 开就是开启 示 就是让他看到自己的佛性 显示 有没有 或是指示 指出来 有没有 哪里指出来 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 有没有 就是就指出来 那个 那各位 我们谈到这里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开示悟路的第一个字 开 那是多么重要 假设你第一个字能开 接着你后面三个字就快了 各位要注意这个问题 各位 那开是什么 开我们一般只会讲说 哎呀 师父你跟我开示 或是说你跟我开导 各位我跟你讲 别人可以开 是开口 各位比如说我开口 讲给你听 你要开心 就起来 你的心要开 你的心不开 没空 所以我们今天的心 我们今天的心都关起来 我们今天的心 对 就是有障碍 我们今天的心 心是封闭的 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一个心 有没有 我们一直不断的在 在伪装自己 各位 你心有开吗 你心没有开 各位没有开的人 心是什么 叫心结 你一定要心结 所以你跟别人 彼此有过节 彼此有过节 这里面 这里面 难免有所情结 各位 你就 states 各位 各位 你就没开 在任年经里面 师生做一个比喻 他把手筋打开 有没有 开就是这个 要开 各位你的心 为什么不能开呢 你的心为什么不能打开 各位 因为你的心不能打开 难怪你常常在批判别人 难怪你常常在抱怨别人 难怪这个世界上让你看不顺眼 你怎么会快乐 你怎么可以看到真理 诸位 你说真理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 真理呢 我现在打到真理 你知道吗 我现在打到就打到真理 但是很多人他很不了解这个概念 他一直觉得说 他一定要怎么收 怎么收 怎么练 再去看到真理 一般都去看到鬼 各位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公案 有一个僧人 他去请教马祖道义 他去请教马祖道义 一个概念 意思就是说 怎么样才能够开悟见信 刚才讲怎么样才开悟见信的时候 他有讲一个佛学的名词 我先讲 但是大家不了解没有关系 有一个佛学名词叫做黎四句 绝百辉 各位这个佛学名词 你自己有兴趣 你自己去查佛 佛学字典 但是我直接老当告诉你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对不对 用任何的概念 想要去了解佛性 都是了不可得 你想用任何的概念 任何逻辑的概念 去组合 去了解佛性 都是了不可得 所以这六个字 所以这六个字的意思 就是叫你不要执着 所以他去问马祖道义 就是说什么叫做李世纪绝百辉 然后才能够如何才能够见信 马祖道义禅师就跟他回答说 我今天很累 你去问 智障禅师 结果他果然就跑去问智障禅师 他也是这样问 说马祖道义 请我来问你 智障禅师就跟他讲说 我今天头很痛 你去问滑海禅师 他果然就跑去问滑海禅师 滑海禅师就跟他讲说 你问这个问题呢 我反而不会 我看你还是回去问 马祖道义禅师 结果他又回去 结果他又绕回去 问马祖道义禅师 马祖道义禅师就跟他讲六个字 他说 藏头百 海头黑 藏就是智障禅师 智障禅师的头发是百的 海就是滑海禅师 对 滑海禅师的头发是黑的 就讲完了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我跟各位分析 意思意思是说 对 他一直想要去明白 这个名相 他一直想要去明白 这一个名相 所以他才会去问马祖道义 这个问题 那马祖道义跟他讲说 我很累 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学生我很累 你们这样问我 我很累 对 这是第一个意思 接着去问智障禅师 对 智障禅师刚才讲说 我头很痛 意思是说 这样的学生 我头什么 很痛 这样的学生 我头很痛 对不对 最后就去问滑海禅师 滑海禅师说 我不会 意思是说这样的学生 我不会教 对 各位你看 事实上人家有没有点他 人家一个点他一个 一个点他一个 他都不知道 对 最后还是跑去问 马祖道义禅师 马祖道义禅师 就给他 就给他开示 他说 智障禅师的年纪比较大 所以头发已经变白了 那滑海禅师 还很年轻 所以头发是黑的 讲完了 各位 这就是真理 真理不就在前面吗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为什么跑来问我 真理就在前面 你为什么跑来问我 各位你为什么跑来问我 如果你问我说 对 事物 怎么样才悟到 这个塔被摔下去会破 这个花会泄掉 对 我会这样告诉你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真理 你为什么现在看到真理 是你的内心被你的概念蒙蔽了 所以你看不 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已经被你的错误的之间 妄想执着 分别对待 贪嗔痴 种种的概念 你完全看不到真理 所以各位 你看到那太阳出来 不会笑 对不对 你看到那对 花开 有没有 你不会欣赏 你看到的都是垃圾 看到的都是示灰 看到的都是斗争 看到的都是丑陋 看到的都是不公平 各位你的内心 有没有这些概念 你是不是看到 这些现象 是还是不是 所以你不会开悟 你看到了吗 那你知道要开悟快不快 快不快 你没有那些概念 你看到了 各位你看到了 我告诉你 每一个都是真理 诸位 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真理 法而如是 都是这么样的美好 对 你说 极乐 现在不就极乐了吗 难道一定要死后才往生极乐吗 我现在就可以活在极乐 我死后亦可以往生极乐 对不对 什么时候死都没有关系 各位你看 你现在领悟到什么 各位我举个例子 你现在跟你们 你家里面 假设有所情结的话 当你愿意把你的 你内在的情结都放下的时候 你回家看 那个家 就变得什么 当下就变得不一样 是还是不是 那各位 你看你们 你们夫妻之间 对 有所心结 你跟儿女之间 有所心结 你跟你的父母之间 有所心结 跟你的兄弟姊妹 有所心结 各位 你走进这个家里面 走进去 就好像走进一个冷冻库 不是这样吗 心结拿掉 各位 你走进去 家里面 就像一座花园 这位孩子 各位注意听 这位孩子 有得高拐 跟一个名词 这位孩子 有得活泼 这样对不对 这位孩子 有得高拼 我开始的名词 这位孩子有得有独立 这位孩子都不听我的话 哦 这位孩子有得有创意 主位 但是你不是 对不对 你看 狗拐 在一天 就在跳跳跳 那是无空的 对吗 不听我的话 起身路名 各位听你的话 要变狂狂 各位 你现在注意看 你现在是用什么心态 在看你的家庭 你现在是用什么心态 在看你周边的人 你现在是用什么心态 在看这个国家 在看这个世界 主位 你这种心态 你走到哪里 都是第一 我告诉你 怎么悟到 各位我告诉你 真理原则上 跟你讲抽象 事实上也不抽象 为什么也不抽象 原来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你看到现象当中 你就看到真理了 它是同时的 它不是分开的 就像我所讲的体相用 它是同时的 它不可以分开 各位 何处不是真理 何处不是净土 各位 你内在完全就 开了 各位 开了 请打开了 不就接着就雾了吗 叫做开雾吗 各位 那因为开了 真理呢 真理就显示给你看 那叫做事啊 开事 不就呈现给你看了吗 但是你就没开 你要怎么看 各位你就没开 你要怎么看 就好像我们看佛经 常常看漫画 哦 什么释迦摩尼佛 坐在那 天顶的垃圆灰 我常常看着 天顶的垃圆灰 我常常看着 我常常看着垃圆灰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一定不相信 天上会掉 脸花 你真的不相信 但是有一天 或许你会相信 哪一天你会相信 当你内心打开了那一刹那 你看这个世间 就完全什么 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所以你现在看不下啊 各位你现在不是天顶的垃圆灰 你看不下 现在跟你说 头上是真理 你也看不下 这样对吗 又垃圆灰 所以各位 那是 那是因为我心开了 我看这个世界完全 完全不一样 各位它真的完全不一样 各位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为什么有人要卖股票 为什么有人要买他的股票 奇怪 两个人看法就是什么 不一样 那为什么有人要卖这种房子 那为什么有人就要买你的房子 买来投资 你认为他没有用 别人买来投资 对不对 各位你卖他两百万 结果三个月来看他卖三百万 你就在那里去到那里去 你自己饭汤了 你自己看不下 你没有能力看到他的商机 这样对不对 各位我们以做生意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很清楚 商机无限 对不对 但是你就看不下 那个跟自信还不是一样 自信你就看不下 真理就看不懂 那为什么开悟的人会这样 为什么你不会这样子 你就看不下 所以你没有去 你没有好好的反省思维 你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你内心都是垃圾 你怎么可以看到莲花 那诸位你觉得说学佛很抽象吗 各位你听我的课很抽象吗 有没有很抽象 还是很具体 很具体啊 我不告诉你抽象的东西 你真的放下那个东西 我就可以跟你讲 你就可以看到莲花 如果没有 我买一朵送给你 各位就像什么 就像有一天 有一天的晚上 对 那刚好外面在 在那个下雨 那我出去散步 那就看到 刚好地上 有一些地灯 有没有 那个光投射 往上面投射 那刚好又在下雨 下雨 灯光投射 各位那个雨看起来 串串珍珠 对不对 你都想说 快点走来 快点走来 你又敢做这个动作 各位你什么都没看到 对 你怎么没看到串串珍珠呢 你怎么没看到 看到那一幕 你就提到佛经所描述的 有很多的概念 是我们不知道 也就是我们心 太粗糙 我们太不用心 对 然后你说 你说它是雨 它就是雨 你说它是水 它就是水 你说它是珍珠 它就珍珠 我心 各位 我心里感受 它当下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当下是我欣赏的 对不对 所以诸位 所以你们对禅的东西 不要觉得很抽象 如果离开的生活 离开现实 做到的一切 有什么禅可言 对 如果说 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 都要盘腿 然后坐在餐堂 而死掉 纵使你一辈子坐在餐堂 开悟 开悟之后就死掉 我也不要 各位你要吗 比如说你出生的时候 一岁 你妈就给你 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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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岁的 你怎么不去 都盘腿 去那儿 坐到八十岁 那天 开悟翁生 你不觉得刚才是很悲哀吗 悲不悲哀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 你抓一只小鸟 把它关到鸟笼里面 把它关八十年 终于有一天 这个小鸟跟你讲说 主人 我开悟了 我就往生了 这只小鸟本身也是很悲哀 我们说说 神秘是这种状态的 各位 生命不是这种状态 所以你们在学佛法 不要这样学 各位你们 学我 不要这样学 当我谈到这个故事 就有同学问我 达摩祖是 人民是在那儿 坐九年 对 要在那儿 跨九年 有什么意义 我都往达摩祖 说我八老 八老 你多几岁 他坐九年了 对不对 各位 你觉得他生命上没有用吗 就是因为他这样 他度化多少人 对不对 你看 这是他生命的展现 各位 但是你去学他就不对 有没有 你学他有时候不是 而是说什么 你去学他 你生命是枯萎的 人家他是什么 他就像一轮名业 静静的对 挂在天空 你看指引多少人 对 你就是枯萎的花 干燥花 你这样哭入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开了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事就视线了 你就看到了 看到了对 就悟了 接着就弃入了 所以大家有机会好好看看花花经 你的心态会变看花花经 你就会很深的感动 如果你不会的话 跟金庸写的小说差不多 就好像小说 所以各位 所以这是顺便跟各位讲 我们虽然讲一本六竹谈经 我很多概念都讲了 所以以后不要再教 以后不要再教我讲什么 我讲完 我讲完我就 他说要回南头了 不是回家 可能还约上深重 所以各位 我有你自己去修 有你自己去证 所以由你自己 你才能够用 各位你看 你每天散步都很快乐 这还不是你自己收益 对不对 你每天看到所有的人士 对不对 你都觉得很可爱 那还不是自己受用 各位你要知道 心情越轻松越愉快 很多事情 越容易化解 而且你心中没有敌人 你心中没有仇人 你心中也没有障碍你的人 你的心中就只有什么 对 原来大家 都是佛 我们处在 这一个极乐世界 你会很愉快 各位你会很愉快 而且做梦也会笑 但是做梦也会笑 知道自己在做梦 进行者及惠民师也 意思说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惠能大师 你就是我的老师 那你看六祖 那是什么讲 能曰 辱若如是 无以如同 同师方美 善自 付词 各位你看 人家要拜六祖 会能为师 六祖 愿不愿意 他说 不可以这个样子 意思说 我们是 对不对 同能师兄弟 各位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不乱 生伦 生伦 就是出家人的伦理 有没有 不乱 生伦 我们的老师都是 五祖 红人 有没有 所以 所以惠民 开悟了 六祖 就跟他讲说 那从今之后 你要善自 付此 好好照顾 自己的心 各位 这个叫做什么 不要说开悟就好了 不可以这个样子 要摆足 肝头 更进一步 所以更要 好照顾 自己的心 那我们也要照顾 自己的肚子 现在只要点了 好 我们直接 下课用餐